起床了朋友们 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车顶帐篷睡觉什么都没做啊 就正常的睡觉 然后一觉醒来这个帐篷里面全部湿了 全部都是水呀 这是啥原因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全部都湿了 给你们看一下这帐篷里面基本上全是水呀 你看 你看这个水 刚睡觉的时候直接积到脸上呢 我以为是啥呀 你看这么多水 你看一直在接 从这里流下来了 全部在接 这水真的不得了 这水挺多的 然后这边 全部都是啊 给你们看一下 都是水 你看 这是不是我们在车里睡觉然后 温差吗 有没有人知道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天天在里面睡觉 这么多水也不行呢 别人全部都湿了 通向风啊把它打起来通通风 那把这里打起来通通风 把它吹干 昨天我们搞的这个睡袋啊 在里面睡一点都不能 在里面睡一点都不能坐 不能关的太紧 它要通风保持室外和室内的温度差不多 它就不会上气室 是这样子吗 哦那晚上睡觉我们不关紧了 就把两边都打开呗 嗯 但是太冷了呀 它吹风啊 那我就买个除湿器 我现在赶紧下去拿点纸啊 拿点纸然后把这个帐簿里面擦一下 等一下现在准备把车子启动 天窗打开 你好小杰 你好小杰 打开天窗 南地儿把这个水擦一擦吧 不擦的话等一下全部都打湿了 你看这水 擦干净哟 因为现在太阳出来了啊 晒晒晒晒很多水晒没了 然后特别是一大早的时候 它就这样积水 积在脸上以为是啥东西 直接就水给给喷行了 啊 直接水激行了 啊 把这个碎带收一下 把这个碎带收一下 来把东西拉给我 秦赶 哎哟 要把这个土度放到这个帐里面 昨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录营的 你看南州服务区 这服务区好大 来把这个垫子搬下来 这睡觉还好有这个垫子啊 要不然太阴了 直接上面横铺在上面 好 到现在我们把这个车把它移到 那个服务区边上啊 洗个脸刷个牙 然后再吃饭 还要继续赶落 今天还有900公里啊 要开900公里 要开900公里 该吃 腊肉拌饭啊特别香 好吃真的 锅巴 吃的干干净净啊 真的特别香 继续出发 赶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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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